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兰兰自驾游 今天是12月16号 我现在是在陕西西安的 这个 不是西安了 是咸阳 靠近西安的一个公园这里 我车子昨天就停在这个公园这里了 现在已经9点多了 快10点了 你看我车子停在这里啊 这里还没有太阳 这边都已经有太阳了 我车子今天打不着火了 我收回昨天的 不冷的话语 今天车子竟然打不着火了 并且我的水桶又冻了 今天真的超级冷 我现在在录视频动手 赶快回车里再继续打火吧 这个公园的停车场 就是一个房车停车场 我车子打不着火了怎么办 我昨天洗的外子挂在这个竹子上了 冻的硬邦邦的 我要走了收掉 冻的硬邦邦 还有这个看 也是冻的硬邦邦收掉 打不着火怎么办呢 打不着了 你看这里有一个什么标志是啥标志 它一直亮的 你看 你看现在是打着了是吧 你看我钥匙 我必须要一直按着 我以前就是打着了之后就手松掉就行了 但是不行了今天 你看 你看 不行 咋回事吗 你看 你看 这是怎么回事 是冷的原因吗 那就是打不着 再试一下 是没有油了吗 不能啊 没有油不可能也打不着吗 亮黄表了油 等一下就加点油 昨天最冷是零下8度 所以说你说冷不冷吧 他都打不着火吗 然后有一个大哥 他就开着房车出来玩的 他给我拿了一个电暖器 然后对着这个油箱 然后吹一吹 然后大哥又邀请我去他的房车里面 去吃早餐 哎呀 他真的太幸运了 这么冷的天 遇到这个大哥 然后我心里现在也不冷了 一会儿就当我闲着了 车子打着了 然后我在这边打嘛 打了好久没有打到 哎呀我怎么说话大舌头了 还没有动的 然后打了好长时间没有打着嘛 然后我就 准备尝试一下 就是停顿一下 等一下再来打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大哥 他是开着房车出来玩的 他们家就是 这附近呢 一个叫什么县 他刚刚说的 我一下没有太清 然后他过来说 你的车是不是打不着了 我说对 他说我车上有一个 就是加热的那个电暖器 然后他说给你的油箱吹一下 等一下就打着了 然后就拿过来 然后给我吹 在吹的过程中 然后他说去我房车上吃点东西 然后给我热了个包子 给我热了一块饼 然后给我冲的豆浆 还给我带了 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面 然后煮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泡面 还有一块饼 他说等一下他们就回家了 他和阿姨他们两个都是退休 已经退休了 然后他女儿和他爱人去澳门那边去玩了 等他们就是从澳门回来 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北海那边去玩 哎呀真的 我特别羡慕这种 退休之后这种 夫妻两个人一起开着房车到处去游玩 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说 建议就是大城市的人冬天去暖和地方去养老 等到夏天的时候 然后去到比较凉快的地方去养老 就是把大城市的空间留给年轻人 不是说这个城市容不下老年人啊 我不知道大家上班是什么样子的啊 反正你上班的话 你想要远去 就是出去旅游一圈的话 是很难得的一个假期的 你看每次假期人非常非常多是不是 在退休之后 旅居生活这种方式慢慢成为一种流行方式 像现在啊 中国的房车市场 并没有那么好 是因为我们的房车进入中国是比较晚的 像现在啊 国家也会对房车这种旅行方式慢慢在改善 像前段时间不是发布了吗 说每一个地方就是把房车的露营地 就是住车地 尽快的加速的建设 其实开着房车出去游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感受过这种生活啊 反正我是开着一个床车去自驾游了一圈 我是觉得这种生活慢悠悠的啊 感受感受当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挺好的 像我觉得啊老年人他退休之后啊 买一辆房车或者是改装一辆床车 然后出去自驾游就感受一下其他城市的生活方式 感受一下当地人的这种质朴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会怎么样认为呢 我车子已经打着了啊 现在预热一下 我们等一下去接单了 谢谢我们这个高大哥啊 我告诉大哥了啊 就我的账号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搜我的账号来看啊 我们也加了微信啊 如果说你啥时候到郑州去啊 一定要给我联系啊 我正说说的东西准备走了 叔叔又给我送了一个大橙子 谢谢叔叔 下次来郑州一定要联系我哦